大甲妈回轮安座最后一点晚上 传出了三起打架围殴事件 其中一起竟然是 郑南宫副董事长郑明昆动手打人 当时轮轿到了 大甲城隍庙附近的接驾谈 一名一次喝醉的男子 背着女婴挡住轮轿 扰乱妈祖回轮 郑明昆又气到当场挥拳 狂殴对方肚子 虽然事后他表示 只是把对方推出去 但挨揍的男子还是决定提告伤害 郑南宫副董 郑明昆火爆标骂 徒手狂揍白衣男四拳 喝醉的白衣男背着女婴 当住轮轿不往前走 掩误大甲妈回轮 气得郑明昆挥拳开打 早在动手之前 白衣男就已经先闹事 白衣男失去理智狂冲 要追上轮轿被一旁的人拦住 后来又阻挡轮轿前进 才会引发冲突 挨揍的白衣男也直奔警局 怒告伤害 但郑明昆说只是把人退出去 以正副董事长因服教程序 发生争执 正副董事长徒手殴打腹部数次成杀 黑衣男被一群人围殴 对方拿安全帽猛杂 大甲妈回轮冲突不断 格斗赛ROM 2开打 双方人马为了放鞭炮 发生口酒街头斗殴 只是这局打完下一场在顺田路 紧接着开打 分衣男和黑衣男互相拉扯 同团的宫庙成员也加入战局 围殴黑衣男 黑衣男被打趴蹲在地上 头被K了好几拳 相反即却又被其他人狂揍 双方不明原因发生冲突 大甲妈回轮安坐前 连三打也让绕境活动 演变成物理大会 酒盘姓黄志尤 泰铢报道 好几个洪 毕严 好几个洪